近日,以反恐行动为背景,由香港警方通力配合打造的香港警队最新宣传片首成与观众见面,跌宕紧凑的节奏,看比大片的画面,专业精湛的演出,让其在各平台获赞无数。 日前,中心社记者回访该片的演职人员,独家揭秘大片背后的故事。 特别是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一个风波,一系列的一些暴力事件,社会不稳定之后,去到2020年的七八月期间,相对社会是比较稳定一些和平静一些的时候, 我们都开始在想着,怎样能够去推广我们警察的专业形象。 因为当时我们发现,虽然社会那个暴力或者一些示威事件是减少了,但是呢,都还是有很多针对警察的一些抹黑啊,或者一些是虚假的消息啊,来到去众伤我们的警务人员。 因此当时我们就想了,会有些什么方式可以去推广警队那个专业形象呢? 谈及拍摄宣传片的初衷,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全这样说道, 首诚讲述了恐怖组织在全港多处策划恐怖袭击,挟持人质以威逼警队释放其首脑。 香港警队通过高度的策划和执行能力,最终一举倒破恐怖分子阴谋的故事, 包括飞虎队、反恐特勤队、机场特警等十余个单位的警务人员参与演出。 在一套宣传片里面出现的所有警务人员呢,他们都是真真正正的警察来的。 而今次的拍摄呢,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去透过一些专业部队, 去带出他们一些不同的应变的能力, 因此我们就用了这个反恐做主题, 动员了超过十五个单位,六百多位的同事去参加这个拍摄工作的。 就是由警员去到处长都有份参与这个演出, 那这都反映了其实我们警队的那个上下一心, 一方面我们因为都不想影响前线同事的一些的行动的工作, 另一方面都不想影响市民大众, 所以就又只能够用到九个夜晚, 来到去将整个的片段的不同场景去拍摄好, 那这样子当时都是挺有挑战的,挺紧臭。 据悉,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片中客串驻守反恐特勤队的高级警员, 以小角色诠释大意义。 片中邓炳强手持长枪戒备, 若不留意,很难留意到原来是港警一哥亲自上阵。 我们邓处长都是身体力行, 也都是很支持我们那个前线工作, 也都很支持那个宣传的, 那次他都一口就答应, 不过他就觉得他就不想再用一个处长的角色出现了, 因为他觉得希望透过他扮演一个高级警员, 就是一个小角色, 希望能够带出一个大意义, 处长当日是一个机铁站, 就是扮演一个反恐特勤队的高级警员的时间, 都的而且做了几次, 都有NG的情况, 其实他都是希望能够为前线的同事去筹谋, 去做好最好的一个准备, 令到他们去在前线执法的时间, 应对一些挑战的时候, 能够可以无后顾之忧。 作为片中的重要演员之一, 香港警务处警察机动部队总部校长, 总警司陈建国坦言, 这次的演出对自己来说既是挑战, 也是一份难忘的回忆。 拍摄的过程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自己本身未试过做演员, 几十秒或者一分钟的一个演出, 背后可能已经拍了几个小时的事情, 警务工作都紧张, 但大家的紧张真的完全不同, 因为你一拍不好, 你要NG, 接着你要累整 crew人重新设置位, 设置东西, 所以那个紧张程度都非常大的, 有一幕本来就是蕭sir要看着我给一个指令, 但他一看过来, 我又看过去的时候, 大家在那里笑, 这些小片段都挺有趣的, 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陈建国表示, 该宣传片以反恐作为主题, 也契合新一年度香港警队新增的 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重点, 香港警察机动部队 也将从各个层面坚持履行好这一职责。 其实在我们第一天宣誓, 做警察警务人员的时候, 已经是有这种职责在, 维护香港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 在几个层面我们都会加强的, 第一就是在知识层面, 第二就是在一些法律, 或者是我们的战术上面的层面, 第三就是在不同部门的演练、 合作方面。 所以未来的目标, 我们都要与时俱进。 据了解, 该宣传片致力于加强市民的 防罪灭罪意识, 同时也通过提高警队工作的透明度, 增加市民对警队的认识、 信任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